近日陆军第71集团军组织百余名新排长进行港前集中培训 在400米障碍训练场 岛条组要求官兵在规定时间内连贯通过14道障碍 这对新排长的个人综合体能素质是个非常大的考验 这一名优秀的排长 首先应该是一名合格的战斗员 只有自身数字过硬 才能为战士们做好表率 在平常训练的话 才能更好的早到自身军事数字上的差距 帮助我们取长不短 提高训练之效 练就一身过硬军事素质 掌握各项指挥技能 是新排长升任岗位的关键 优秀士兵保送入学的藏族新排长上巴取扎 作为体能上的尖字生 但由于指挥技能和理论功底薄弱 每逢相关考核他总是犯难 军医大学毕业的新排长冯锡峰 是集训队的理论大拿 但在军事素质方面还存在着弱项课目 为此他们两个结成帮扶队子 不管白天黑夜相互学习提高 在他们带动下 集训队掀起了一股火热学习之风 我是班长岗位上保送体干的 过硬的体能数字让我感到自豪 但到了集训队 我也逐渐转遍了自己的观念 干部的第一声门就是指挥员 所以打仗是机长的要求 能指挥是基本能力 所以说指挥技能也要拿得出所 为了让新排长提前进入岗位 这个集训队专门设置模拟联 让新排长轮流担任值班员教练员 通过多种方式锻炼他们的教学水平和管理能力 此外集训队还推出微课堂 微教育 微演讲 在点滴中提升新排长谈心说理能力 第一次给大家讲课 我心里面还是非常紧张 当开始讲的时候 磕磕巴巴的 慢慢的才找到了感觉 通过这次授课 我也明白了 作为一名教练员 眼里面要始终有受训者 要因缘而异 因才失教 根据不同的受训对象 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从理论到实践 从院校到部队 从学员到干部 新排长们通过此次岗前集训 对新的岗位 有了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他们对自己的观之初 也充满了憧憬和向往